早安书店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的早安书店这个单元里面呢 志平要跟您介绍这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 听起来有一点点这个 好像是要走上街头的感觉 它叫做抗争 出版这本书的单位呢 叫做环境法律人协会 他们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呢 而且呢这本书里面讲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今天呢 环境法律人协会的理事长张玉颖 张律师来到的节目中 要跟大家说解分明 我们欢迎律师您早 主持人早 各位早安台湾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 好 谢谢您一早来上节目 提到了抗争这本书 它的一个副标题说是 从街头到法院的十个环境运动 好 翻开这本书的内容 我们就看到 哇 里面的这十个案件几乎都是媒体上面曾经出现过 而且是赫赫有名的十个环境运动的案件 那当然了也后来都走上了这个法律途径 有所这个往返 或所谓的往返是说 这个法院也有判决 又上诉又驳回 当中非常非常的曲折 但这本书的写法 让志平非常有兴趣的是说 他前面有一些法律的事件的一些 像这些环境事件的一些陈述 用笔非常的浅显 但是后面的这些法律文件的往返 那就是这个比较尖涩一点 我想请教一下理事长 为什么会要这样方式来编写这本书 我们在做这本书的编辑跟策划的时候 那我们的一个初衷是想说 环境诉讼在台湾 大概也有 在我们编写这本书之前 大概也有十几年的时间 那也累积了许多的案例 那这些案例可以看得出来 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 它可以看得出来一个脉络 那这个脉络就是说 法院的见解 针对环境影响评估法的一个逐步的演进 从你不是这个环境开发事件的当事人 但是你是利害关系人 你要怎么样取得这个环境诉讼的 法律上的事格 也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当原告这件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环境影响评估审查结论 它在法律上到底可不可以是一个打官司的标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环境影响评估的审查 要怎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标准 才会符合环境影响评估法所定的这些要件 然后再到一些很具体的见解 这些慢慢演进的过程 我们在看这个法院演进的过程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一个脉络 我们觉得这个脉络很珍贵 它对于整个台湾的环境运动来讲 特别是一个很很宝贵的经验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就是因为早期的环境运动 大部分是上街头 那上街头其实坦白讲不一定有用 虽然它会形成很大的政治压力 但它其实没有强制力 也就是说它没有强制行政机关 一定要遵守人民的走上街头的意志 没有办法强制 那怎么办 有什么东西才可以让政府被强制 就是法院的判决 就是法院的判决 所以有一些环保团体 跟环保的律师 思考这一点之后 他们就开始用走上街头 之外的这个方式 就是上这个法院 去告官 去告官 那陆陆续续这十几年下来 也累积了这个很丰硕的成果 那因此我们就来决定要出版这本书籍 那刚才主持人问到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样子的一个编排方式 那这个编排方式大概是我们大概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经验 可以透过书籍的出版 可以有系统性的做一个比较长久的传承 特别是对于法律系学生 律师还有法院这样子一个记录的传承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让社会大众 可以了解当初这十个环境运动 他的背景跟他的故事 所以我们采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们每一个个案就把它分成前后两段 前面那一段我们是采用当事人的视角 当事人怎么经历的这些事件 然后环境团体怎么经历的这些事件 他们的认知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采用律师跟法官的视角 在法律上怎么去看这个事件 在环境影响评估法的适用 怎么样才正确 因此我们的算是有点野心 一方面想要让社会大众了解 另一方面就想让专业者 律师 法律系学生 然后法院的法官来看这些东西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吗 也许这本书可以作为未来很多的民众 或者是法律系的学生 帮助他的这个案主来告官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案件 坦白说在这个我们的环保运动史上 其实都是赫赫有名 对不对 是 好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为您邀请到 环境法律人协会的理事长张玉颖 张律师来到节目当中 请张律师为我们来介绍 抗争这本书 而抗争这本书 其中一共放进来 大概有十个非常有名的环保案件 而这些案件都是经过法律程序的往返 最后呢 不管结局是好是坏 或者说这个结局正在进行当中 都值得大家一块来参考 那当中呢 像云林的林内焚化卤案 还有美丽湾案 像这些案件 其实熟悉早安台湾的听众朋友 大概也都知道 我们过去这几年 曾经或多或少都有探讨过 那其他呢 像这个新竹湖口的垃圾转运站案 还有像这个淡北道路案 还有这个院里二十人案 还有北投缆车案等等 其实这些通通都是 各位也许可以找到它的相关资料 不过今天我们要请理事长在节目中 为我们介绍这本书很重要的这个个案 就是中科三期案 理事长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案件为什么这么重要 它对于台湾的这个环境运动的这个历史 有什么样重要的影响吗 是中科三期这个案件 它在台湾环境诉讼史上的这个重要性 在当时可以说算是汗流冲动 有非常多的文献在讨论 那我现在跟各位听众就是介绍 它有哪一些就是 有点像是指标性 它一望即知 它就是一个戒标在那边 一个就是它是第一则被法院撤销的环境影响评估的案例 第一则 我不是说撤销确定 是撤销 就是法院判决撤销环保署的环境影响评估审查结论 这是第一则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是说 当时被法院撤销 然后后来判决确定了之后 行政院居然说停工不停产 就有这个停工不停产 停工不停产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原本期待 法院的判决对于政府有一个强制力 政府应该要遵守法院的判决 基本上你就应该要把这个案件重新审查 那依照环境影响评估的精神 就是说你在还没有审查结论出来之前 你是不可以开发的 但是当时的行政院却曲解了这个法令 他就说没关系 我们可以停工 我们的这个综合三级园区里面的这个基础工程 我们都停工 可是厂商如果你生产的话 你可以不用停产 这会不会太离谱了 很离谱 当时确实是引起了包括说社运界 包括说学界 包括说法院为裁判的法官 其实是有很强烈的一个反弹 而且这个事件其实也 对我个人其实造成了一个觉醒的效果 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我以前也算是 就是一般比较关注于自身事物 然后虽然平常会看看新闻 关心一下这个社会的动态 但基本上就是比较关心 属于自己身边周遭的人事物这样子 但也因为学习法律背景关系 我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权力分立的概念 什么是权力分立呢 也就是说法院 这个国家的权力分成三个 就基本上我们用三权分立的角度来讲 行政立法跟司法 人民选出立法委员 制定了法律 交给行政去执行这些法律 那法律的执行 如果发生问题 有违法不当的状况的时候 由法院来做一个裁刀 法院代表的就是司法权 这三权分立 就基本上是这样的结构 行政权你要去执行国家权力的时候 你要有立法院 也就是人民授权 选出来的国会 通过的法律 你去执行 那如果说行政的执行 有一些违法的状况 侵害人民权力的时候 发生的时候 司法做一个仲裁的角色 司法是国家的另外一个权力 那这样子三权分立 最重要的是保障什么 保障人民的权力 不会被国家的 保障人民的权力right 不会被国家的权力power 所侵害 那停工不停产的意思是什么 停工不停产的意思就是说 行政权不必听司法权 这样就不对了 这样就不对了 那我觉得我在那个时间点 我被 我敲 我被敲醒了 我知道这个国家 正在往那个方向走过去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开始我就跟着一些前辈去投入这个案件 那这个是有关于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一个标记 那另外一个标记是和解 他也是一个第一件 在环境影响评估案件上面 去跟就是人民跟行政机关和解的这个案子 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和解呢 其实是当地居民的 我认为是一个爱 他们选择在这个案件 把它结束掉 这个案件结束掉 不是说行政程序结束 现在中科三企的二阶环境影响评估程序还在走 只是不在法院了 在环保署 那为什么说这是中科三企当地农民的一些爱呢 因为和解的条件里面 有讲到了要成立一个环境权保障基金会 那这个环境权保障基金会 也是为了要去保护全台各地农民土地 或者是人民当地居民的环境权利 所成立的一个组织 那这个组织是因为这个中科三企的和解而成立的 所以中科三企的案件在 我刚才上述所讲到的有这么多广泛 而且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 包括说组织上的影响 包括说对于这个社会人民权利意识觉醒的这个影响 然后包括说法院对于环境影响评估法的解释适用 都立下了非常多具有标杆性的这种见解 都影响了后面的这些继续不断在发生的环境案件 那环境案件的审理的法院法官都无可避免的 都会去参考中科三企这个案子的立审法官所做出来的法律见解 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是的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为您邀请到 环境法律人协会的理事长张玉颖张律师来到节目当中 请他为大家来介绍环境法律人协会所出版的这本新书 抗争 那么从街头到法院的十个环境运动 从这些在报章杂志上面我们常常可以读到的法律运动 我们看一看民众在这些运动里面得到了哪些觉醒 事实上并不是说这个政府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如果说这个建设是对这个地方有害的或说民众不愿意的 其实他是可以起来告诉政府他不要这些是可以拒绝的 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现实的生活里面的案例 就是很多的民众也许漠视自己的权利 以至于自己的家乡可能遭到了一些破坏 那么这些环境的伤害可能是永久的 当然这本书就是告诉你也许你可以怎么样的觉醒过来 我们要稍微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今天呢志平在早安书店这个单元里面跟大家介绍的是抗争这本书 这是由环境法律人协会所出版的 而今天呢协会的理事长张玉颖张律师来到节目中跟大家来说一说 这本书里面所介绍的这些个案 刚刚呢我们看到的是中科三起案 这个案子它有它的历史意义在 张律师我想接下来请您来跟我们介绍这个比较有趣的案子 为什么会特别要请张律师为我们介绍呢 这个案子叫做新竹虎口垃圾转运站案 那我觉得这个案子呢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 往来的这些法律程序也很曲折 那更重要的是牵涉到当地的一个信仰 对于土地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仰赖 好这个请律师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这个虎口垃圾转运站这个抗争的案件呢 它发生的地点是在新竹县的虎口乡的这个凤凰村 二十八林这个地方 那当地就是有一个村长姓和和村长 那在我们的书里面有 那这位和村长呢 他在2007年的时候 那接到了村子里面在二十八林的村民有陈情 说这个虎口乡的乡长啊 他打算要在虎口这个当地 这个村这边当地盖一个垃圾转运站 那什么是垃圾转运站呢 就是说所有的垃圾 基本上先到这个地方集中堆放 然后再转运到其他的焚化炉去焚烧 转运站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开发案 那这个转运站要设在当地 基本上就我们一般台湾人民来讲 这个算是闲物设施 为什么 垃圾堆滞在那边久了可能会有臭味 可能会有这个垃圾的这个污泥污水 会渗到土壤下面去 造成周边的土地的一个破坏 或者是这个随着地下水的流向 会污染的地下水 气味水的污染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 我总是不希望我家隔壁 就是垃圾 就是垃圾的转运厂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当地的村民就是要抗争了 那和村长他就是抱持着一个信念 什么信念呢 他就说村长的职责就是要保护村民 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自救会 反对垃圾转运站的自救会 他就开始带领村民来抗争 一开始采用的抗争的手段是 比较属于政治性的手段 所以他就是先去找这个湖口乡长 那湖口乡长一开始是跟他讲说 这个转运站只是收集我们湖口乡本地的垃圾 一直就说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湖口乡本地没有那么多垃圾 不要太紧张 那后来和村长向这个新竹线环保局确认 开发计划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转运站就收集的是全新竹线的垃圾 那就是量就很大了 然后再转运到新丰的垃圾掩埋场 或转运到厚礼那边的焚化炉去 然后乡长 这样啊你已经知道 没有没有这污染没有很严重 不会很严重你放心 可是是一种被骗的感觉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和村长呢 他就觉得说我虽然他是村长 明选的村长 虽然也是政府的一部分 但是我现在不能相信我的上级的长官 我的乡长 我没有办法相信 县的环保局没有办法相信 所以呢我就看看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去保护我 刚好他以前是土地代书 很特别 他是土地代书 所以对法令呢 叫一般的老百姓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所以他就去研究一下法令 他发现说 这个案子是不是应该要做还评啊 却没有做还评 那为什么没有做还评呢 这个转运站的范围 就是说很大 包含连外道路在内有很大 但是他就把它切割 切割 让这个切割出来的这个面积呢 在环境影响评估 就是不用做环境影响评估的那个标准 以下 那这样就去规避了这个环境 好tricky哦 对就是去规避了这个环境 那规避了这个环境之后呢 本来是想说一切没有事了 结果没想到碰到何村长这个铁板 何村长就想说那我来找律师来接 先寻访新竹地区的律师 新竹地区律师可能是没有足够的专业 所以不太敢接受何村长这样子的请托 那后来就辗转找到了台北这边来 当时是找现在环保署副署长 当时还在做律师 的詹顺贵律师 原真法律事务所 他就接下了这个案子 那接下了这个案子之后 稍微研究一下 詹律师很快就判断出来 这是一个很规避环境的一个典型的这个案子 那接下来要采取的诉讼 诉讼的方式 他就采取了所谓的公民诉讼 公民诉讼的意思就是说 当政府依照环平法 或者是环平法的相关命令 应该要做一些事 比如说要做环平 但是却没有做疏于执行 却没有做的时候 公民团体或者是人民 可以说你应该要做这件事 可是你没有做书面告诉环保署 然后环保署接受书面 60天之内 他要做或者是要回复 我觉得我没有违法 我没有疏于执行 那这个回复的结果 如果人民还是不满意的话 人民就可以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那后来的结果呢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那当然是告知了之后呢 那新竹县政府是环平的主管机关 地方政府 那新竹县政府他还是没有作为 因此他们就提出了这个环平诉讼 那提出环平诉讼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 大概只要5到8名的原告 就可以了 但是新竹县这个湖口乡 凤凰村的这些村民 非常非常的团结 大家都想当原告 所以就变成一个百人告官 这样子的一个案件 浩浩荡荡 委任状提出来是一大跌 这样子 大家就觉得说 我要保卫我的家乡 大部分的台湾人民都会觉得说 我不要怕花音啦 送中凶啦 十年官司啊 百年打这样子 哦 很欢耶 这样子 可是这个村民非常的团结哦 他们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土地 保护自己的生活环境 还有保护自己在地原本就有的产业跟利益 他们愿意站出来 走向法院委托律师 那这是一个 我们其实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事情 那尤其是在台湾 相对于我们在对岸中国大陆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 比如说像是 在大陆有一些为了要开发 开发了以后就大幅度的破迁 破迁完了以后 再造成当地大大范围的污染 其实现在在中国大陆的环境问题 可能到了已经会死人的阶段 那如果一开始要开发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共产党政府 他可能就是根本就不关 你要抗争就把你抓起来 你去法院告也没有用 为什么因为最高法院是听党的领导 对不对 没有用这样子 所以这样相对起来就是说 台湾在这一个方面的制度 还有整个包括说国家的运作的这样子的方向 就特别的宝贵 我觉得是特别的宝贵 是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 为您邀请到环境法律人协会的理事长张玉颖 请张理事长为我们来介绍 他们所出版的这本新书 抗争 那么从刚刚的这两个案子 一个是这个中科的这个三起案 还有另外就是这个新竹的这个湖口的垃圾转运站案 其实我发现了这样一个其中有一个共通的事情 就是环境影响评估 但有趣的是 一个是环境影响评估 不对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撤回 驳回 但有趣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说 没有环境影响评估怎么可以 一个是要 一个是不要 但相对来看 台湾现在经济发展 也有人的抱怨 一般的厂商会抱怨 业者会抱怨说 我们的环平法规太严格 或者说这个太累赘了 身为一个环境律师 理事长我想可不可以请您在节目最后的 简短的这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 告诉我们 您自己看到影响评估 环境影响评估 在整个经济发展里面 所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你的感慨又是什么 我觉得环境影响评估制度 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是台大的法律系的张文真教授 也曾经讲过的 它就是环境影响评估的制度 让我们要很真诚 很谦卑的去面对 我们使用环境的那条界线 到底在哪里 那刚才主持人提到 就是说 经济开发论者 总是觉得环平好烦 或者是说环平好费时间 或是环平是经济发展的阻碍 这样子 那我们必须要讲的是说 在制度层面上 如果你是很诚实的去面对 环境的那条界线的时候 你会提出真正的事实 为什么环平有的时候涌藏 那是因为环平委员 看不到他要看的 环平委员知道这一点重要 开发单位委托的顾问公司 也知道这一点重要 但是开发单位 会把那个重要的点 把它盖起来 盖起来 或者是用华丽的迟早去包装 甚至假造数据 我们有一些案子 甚至假造数据 那像这样子 才是造成环平会比较长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你不可以说环平长 就是说环平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你还要更深入的去看这一点 就是说 在这个审查的过程当中 到底是谁造成的这个永长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是不诚实的开发单位 和受委托的顾问公司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它是一个共生的结构 开发单位总是希望案件 可以通过嘛 那顾问公司接受 开发单位的委托 拿钱 然后拿钱的手段 大概是这样讲嘛 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东西 即使顾问公司觉得 这个地方不是很妥当 开发单位说不行 你这样写 我案子过不了 所以就把它盖住 被环平委员看到 这边怎么没有交代清楚 就要求他要补补补补 比如说像最近很争议的 这个藻礁的这件事情 大潭藻礁 其实就是这样子 环平委员就一直要求 开发单位要补件 开发单位就在挑针 拖延 然后就说环平是经济发展 绊脚石 怎么会这样讲 这样讲是不对的 这样讲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是期待 就是说环境影响评估制度 它其实是保护人 环境 经济发展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平衡性的机制 我们不要节折而语 台湾就这样一个岛 如果我们节折而语的话 我们其实会 以后会生活不下去 真的 看完了《抗中》这本书 智平还是要提一个问题 给各位我们的听众做家庭作业 大家去思考一下好不好 如果说经济发展的成果 需要用我们的环境付出代价来换取 那么你要不要 这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而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环境法律人协会的理事长张玉颖 张律师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介绍这本新书《抗争》 值得大家来读一读 谢谢 谢谢理事长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好 各位听众